玉里镇妇女会70岁了为了欢庆温馨的节日 特别在11月1号的下午 在玉里镇的艺文中心举办了 2020真情传爱点亮幸福的嘉年华会 这是第一次号召高达600位的妇女姐妹 齐聚一堂大团结亲手酿做豆腐乳 婆婆妈妈们听着讲师的解说 先将来自洛杉村胡珊尼的有机豆腐 装在空罐里面 这是玉里镇妇女会 为了要共同欢庆见证70岁 在玉里镇艺文中心办理真情传爱点亮幸福 嘉年华会系列活动 更是第一次号召了高达600名的妇女姐妹们 齐聚一堂大团结亲手酿做豆腐乳 所以说我们就是政治正的创举 到目前来讲我们全国制 我们是走创这样 那因为70岁了 然后我们不理会在我们 在我们大家的理解式的理计率下 我们现在真的真的已经有将近快2000的会员 然后在这姐妹里面我们也分到几组 有衣服组 有装怀组 有防保组 有服务组 然后还有一个妇女大学 县长徐震卫也亲自来到现场 跟婆婆妈妈动手做 并且也跟着妈妈们来玩趣味竞赛场面热闹 温馨 妇女姐妹的成长 是我们不断的 不断的 非常非常 每一天追求生活的目标 办理这项活动 就是要让妇女妈妈们在欢乐 温馨感恩的气氛之下 珍惜之间的情感 也为了庆祝妇女会写下 这超过半世纪近70岁的生日 揭开精彩的序幕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